大家好,今天我们讲首页下属的一个菜单导航业的UI设计 题目有点长,我们直接过来看一下 主要还是讲整个试操的一个过程 基本的步骤跟我们上一节课讲的首页设计很相似 也就是先布局,布局完了之后 把一些关键的要素全部给它罗列进来 然后再对细节进行一些修缮 就是细节的完善 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步骤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到PS里面操作 为了效率稍微高一点 我已经把状态栏这边的一些要素 先给它拽进来了 这样可以节约大家一点时间 好,那在做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同样 要先看一下这个圆形页面 我已经把它弄成图片放到这边来了 好,这就是我们的圆形图 其实这个界面 其实这是一个交互的一个中间的界面 就是我们在点首页这个菜单 右键的时候,那我们先把这个我们的最终的一个成品的样子 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会比较心理有数一些 是吧 就是我们首页点这个菜单的时候 然后这个菜单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这个有几个版本的 点这个菜单的时候 它整个页面 整个菜单会往左边切 然后缩小 然后最后把这个导航的这个 这个页面呢,给它显示出来 其实就是一个中间状态的页面 我们还是要UI设计师做出一个效果页之后 那程序呢,才会去做 一般呢,像这些尺寸啊 它的宽度啊 还有这些高度啊 这些都是要有UI设计师 有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效果给他们 他们才有办法去做的 好,那我们就 继续来从头到尾的讲一下这个页面是怎么做的 同样呢 那个家伙设计师或者是产品精灵会给我们一张图 那我们就根据这些主要的要素啊 同样的方法 效率更高一点的话 就是把这些东西 这些这些这些关键要素 先给它拽进来 完了之后呢,再一点点的去挪 然后一点点去改变颜色 一点点去做它的效果 最终呢,做出我们想要的那个效果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那个圆情图啊 基本上呢,还是要跟上杰克一样的 同样把我们整整个这个界面分了几个部分先给它布局 布局好 那这个界面跟上杰克那个首页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它那个内容没那么多 所以它分的布局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复杂 而且这里有个很关键的东西 它整个这个是一个一个大的背景 所以呢,我们把整个这块把它分成一个部分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那个首页的 切过去之后的一个效果一个部分 再加上这个状态,基本上三个部分就可以了 好,那这个布局呢 不再详细的去解说了 那我这里可能就会跳过去了 好 那布局呢,我们就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一个部分,两个部分,三个部分 由于整个这块呢,我们想要同一个背景图 而且背景的后面呢,可能还有一些激励的效果 所以呢,更需要整面的是做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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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来布局的 好,那这个大概布局已经布局好了 那那个,接下来我们还是同样 要把一些关键的要素啊,给它拽进来 那拽进来的同样,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要素啊,是不是啊 好,一个打叉的 一个打叉的,一个关闭按钮 好,还有一个那个用户头像,用户名 好,现在呢 还有一个图标 好 菜单 好 信息 行 那关键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需要去画的 那我现在就是已经 已经有把这些那个图标的效果已经做好了 所以呢,我就直接把它拽进来 好,再把这部分给它拽进来 这些图标 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本来是应该是一个个去画了 但后面呢,我们也会讲 一个个是怎么样去画出来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 基本功了 还是都要掌握的 好,那现在东西开始有点多了 我先把这些组啊,整理一下 清楚了 还是这样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些 好,那现在已经拽过了这个部分 其实重点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元素是最多的 Ctrl, Shift 中复号 你到最上面去 没标的时候关掉 好,这样就会清晰一点了 看一下,搜索,阅读,收藏,设置 阅读 搜索 好,这背景移动了一下 Ctrl, A 可以,集中,集中 这样不会乱 设置 最好是命名清楚了 所以呢,刚才就有点乱了 就是因为没有命清楚 搜索 好,保存一下 Ctrl 0 跟打XX没什么关系 其实这个部分呢 也是一个一个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部分嘛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把它组成组 把它命名为菜单 或者叫导航 好,关闭按钮 把它上面去 背景 这个背景应该是黑色 才是我们最终想要的 那这个状态呢 肯定也是黑色了 保存 这个位置到底这个地方对还是不对 到时候我们再来调整 啊 那这把上面这些元素啊 我们再给它完整一下 好 用户信息 图形工具 这个不应该放在状态栏 这应该放在这个地方 Ctrl 这个Shift U 这切分不过来 那就没必要 效率更低就没必要那边装B了 好 还有一个线 一个像素的线 我们最好是用那个 这个 举行攻击来 好,通常 应该是要两个像素 好,多用两个像素 好 这个大小的,稍微再大一点点 太大了 稍微一点点 这个是一个不断调 调整一个过程的 前面还有一个文本 是吧 t 那这个文本 其实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虽然文字不多 但是我还是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去 叫VIP用户 这样快一点 直接设置 30个像素 那个看不到 好 这里要一张图片吧 算了 先把它拽进来 感觉画面更完整 画面更完整 看起来会更 更有感觉一些 有成就感一点 这我也准备好了 一张头像 这个人还挺挺眼熟的 Ctrl-Alt 好 先去蒙版 Ctrl-Alt-G 放进去 嗯 这里应该有个边线吧 我们把它调出来 这些颜色到时候再去拼感觉去调 这个很显然是太亮了 如果在黑色背景下面的话 那版权信息也已经弄出来 这个我也准备好了 这个我也准备好了 这路径放在这里 这里精美一点就可以了 12个像素 12个像素基本上是显示不出来了 在手机里面很小很小的 字体 这整个产品的字体啊 大部分是偏向微软压黑的 好 保存一下 嗯 那这里我们就再讲两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吧 这个层呢是我们先把这个文字先再考进来 关键也要说啊 先做好了再说 好 其实有些人他喜欢把它做上一个涂层一个涂层的 但是呢我个人更倾向你说他做一个文本 然后再去调调他的行距 其实一样也是很标准的 好那关键要素都出来了 这个位置可能还可以再往下一点点吧 是吧 是不是都出来了 再对一下 没错 这个拽关关键要素 拽这些要素啊 不要花太长时间 我们刚才可能时间花的太长了一点 所以后面有些东西我们还会再跳过一下